房间内全是一个个独立帐篷 这也是台东的潮污民宿 虽然房间特别 但并没有取得民宿登记证 跟台东知名的观山会馆 以及金砖民宿都不符合规定 甚至还没有帮消费者 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 我不是民宿 我在做长租 长租我本身有住任务 依照发展观光条例 它本身就可以处罚6到30万 元旦假期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不少民众准备出游 消保处也针对新北新竹苗栗 嘉义屏东和台东等 六县市的24家民宿进行调查 发现有13家民宿不符合规定 其中新竹的今晚民宿 二胡全畔咖啡民宿 被消保官查出 灭火器超过检修期限 而嘉义的山水清灰民宿 则是火灾警报器组件掉落 紧急照明灯也有被拆除的情况 被消保官要求在一个月内改善 民众对定到的话 那就契约条款来讲 它本身还是有效 如果业者 他实在是没办法 因为政府要求他改善 他没办法提出 适当的场所提供给民众来使用的话 他就要加倍退房定金 而消保官也强调 民宿要求收取定金 不能超过约定总房价的30% 提醒民众 若是怕住到有问题民宿 可以事先上观光局网站查询 也要保留好相关收据 遇到问题才能向主管机关来申诉 接着林东敏张派台北部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